你滑手機我看菜單 才下午4點半 長長的隊伍 已經把這家店給團團圍住 上路目前 所以快快要一張辦 進去以上 定位的李小姐在忙兩位 你們請囉 你好 歡迎光咧 好不容易等到這一刻 人客一個挨著一個進場 明霧撩肉 人造蓬萊仙境 燈籠 屏風 陶瓷 書法 營造出古色古香的 中國風 我們請台灣的設計師 設計的東西出來之後 首先的第一點 就是現在中國 它大陸這邊是完全沒有的 說是開啟了大陸火鍋店的先例 它是有著快火鍋之王稱號的 台商賀光企 過去講到它 大家的印象是 在中國大陸講到小火鍋 大部分的消費者 腦袋瓜會冒出 小布沙布 就像漢堡要吃麥當勞 去肯德基必須點炸雞 小布沙布雖然賣火鍋 但它更像快餐 一般的用餐時間 大概就是40分鐘左右吧 過去在小布沙布吃火鍋 球快 球方便 連醬料都走標準化路線 只有一種口味 要別的 不好意思 沒有 香氣版多了這個 自助調味區 總共22種醬料 隨便你怎麼搭 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需求 改良為的是大陸市場消費升級 現在的用餐環境 有三分之二是兩人桌 四人桌 但過去映入眼簾的是吧台 而且明亮橙色的餐廳色調 也悄悄變暗了 升級版店內 燈光變昏黃 走文藝小清新風 比之前同比和環比的話 就是增長了20%個點 然後就是雲野 銷售還是比較逐漸提升的 沙布在中國大陸18年 從品牌logo 店面形象 到顧客體驗 現在全面升級 因為消費者不只要吃飽 更想吃好吃巧 為了因應大陸市場的轉變 沙布在集團成年之際 還創立了兄弟品牌 這些調整都是機會 也都藏有滿滿的商機 TVBS新聞消音強調 與北京採訪報導